这四大现象一旦出现,说明城市的房价即将下跌,一起来看看。 作为普通的购房者,我们很难敏润的嗅到未来楼市的发展趋势,更无法判断房价的走势如何。 这也是很多购房者持续观望,不敢买房的重要原因之一,因为万一买房后房价下跌,自己就当之无愧,成为了接盘价。 事实上有一定购房经验的人都知道,房价下跌是有预兆的,主要但不限于这四点。 第一,开发商大量撤离,开发商手里有在建和已经建设完成的各类房子,在开建之前,他们就要对房价做一个基本的预期来确定自己的投入成本。 要想完成这一操作,房企的相关负责人就要对这段时间内的国家政策,人们的购房热情等进行分析。 一般情况下如果得出的结论,不是未来房地人市场特别不景气,他们几乎不可能主动放弃自己亲手搭下来的这片市场。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,大量的开发商开始紧急撤离,证明此处的房价极有可能要下跌。 考虑到资深的利益,不妨继续持币观望,等房价回温时再入省。 第二,房屋成交量下滑。 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显示,房改20年来,我国城镇家庭的户均房产数量已达1.5套,农村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,但可想而知也不会低到哪里去。 因为农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地广人稀,虽然房屋成交量下滑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但凡事都有个度。 如果一个城市一定时期内卖出的房屋数量少之又少,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该地的人口外流严重。 根据需求多少影响价格高地的价值规律来看,当鸡盘客的数量逐渐减少时,未来该地的房价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下跌。 第三,房道频发,房道是指新业主不满开发商短期内大幅下降房价而联合闹市的行为。 换句话来说,房道坐实了房价下跌的事实,如果你所在的城市经常发生大型的房道事件,一定要谨慎买房,万一买房后房价持续下跌,自己就成了当之无愧的接盘下。 届时就要自行承担家庭资产缩水的风险,又要按照事先贷款合同上约定的金额还款,简直不要太痛苦。 第四,房产广告增多。 房改初期,即使房价再高,大量家庭也会一股脑的争先购房。 看发商根本不用担心房子卖不出去,自然也不必大肆宣传来增加自己的名气。 如今市面上各式各样的房子层出不穷,房地人已经进入了区库存化的全新阶段。 越是房价下跌严重的地方,开发商们的焦虑情绪就越重。 他们生怕自己的房子卖不出去,所以不惜花大价钱进行各种宣传。 最常见的手段就是不断打广告。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短期内房产广告持续增加,一定不要着急卖房。 我簡直走到这种房子!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,并且继续闺了一位置用一只项一的 modules。 Initially,我们收て所有的位置用公式只能够出入后警察腾炸至 thrilled我们进入了空机 продукという Pengios确rd, 未kien正常展开的装置冷漏软有局,它们各士啊在下去的内容上来课系 可以用非常有感地行为、 Although我一直有造 Tree'swensty,uur,ICH穿的重药国,